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配传统黑人大学的60名乐队成员 在歌在舞演唱本届游行主题取生活的旋律 拉开2019年玫瑰花车游行的帷幕 在精彩的开场秀后 玫瑰花车游行组委会主席费尼 Gerald Freeman宣布游行开始 近百只游行队伍 依序踏上帕莎迪 那是Pass Dealer的游行路径 整装待发的花车本届游行的华人元素 有来自美国东岸波士顿的美籍华人传统基金会 以太平洋铁路结尾 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类主题